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样 个别的地方还不太一样 对 因为这个版本是配合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中国大陆可以找到的纸纸版 大概是这个版本 然后如果你是下载电子版圣经的话 通常他们都更新的比较快 像什么主内圣经 唯独圣经那些东西 他们都很快就更新了 就可能版本会比较先进 这个是比较老的版本 但是大部分的兄弟姐妹如果在大陆可以找得到的纸纸版 大概是这个版本 我的内容不一样 有些地方不一样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那个very跟那个exalted很tired 都他们三个都能互用吗在这 no no tired 是我就是现在很累 I'm tired 这是暂时性的 ok 不一样 ok 这三个字是不太一样的 ok tired 我们常常会讲一个人 我好累哦 right 就是你去休息一下躺一下 你喝个水可能就就不累了 tired ok 好 我们前面还学过exhausted right exhausted exhausted 是一个人累到筋疲力竭 他强调的是我一点体力都没有 这个叫exhausted exhausted weary weary是一种什么 weary跟exhausted跟tired不太一样 tired跟exhausted都是片面的 暂时性的 我现在已经筋疲力竭了 但是我去睡觉可能就好了 ok exhausted weary强调的是长期的这种下来 ok 然后强调是已经很厌烦 已经不想做什么事情了 觉得很烦 ok 觉得已经很累了 大部分weary写的都是一种 人情绪内心的状态 tired跟exhausted比较强调是physical 我的生理上的结构 我现在跑步跑五千公尺 ok 你可以说tired 可以说exhausted 这种是生理上的反应 我累了 但是weary通常是心 心累了 心很烦 很烦躁 然后心 已经 我人生活得很累啊 那种活得很累 活得很累 不一定身体累 对不对 活得很累 其实是他的心累了 我对这件事情不抱有任何希望 weary ok 人生的路太辛苦了 ok 我在人生的路上碰到很多很辛苦的事情 让我走 活得很累 那个累就是weary 所以weary比较倾向于情绪上 心理上的 ok 那那个tired跟exhausted是体力上的 生理上的 那现在在这边讲的就是 还有weary还有一个就是让人家烦了 让人觉得不想面对这个事情 让人家很烦这样子weary ok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说不想麻烦这个大人 您让您太烦 太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用weary比较好 不是tired 不是exhausted 他没有叫这个地方官去跑5000公尺 对吧 也没有什么浪费他体力的部分 但是是怎么样 情绪上的 让您烦到了 麻烦到你 让你觉得不舒适了 这个叫weary 嗯 对就是长期就积攒下来的这种身体和心 就是心理上多一点 对 没有错 他比较强调是那种weary 所以他有可能是情绪上 长期上 我在哎呀 我人生的路上活得不耐烦 我真的是觉得太累了 人生太 我有很多的经历 很辛苦 很多的试探 这个是可以是weary 但这里是一个很礼貌性的跟这个地方关系 哎呀 我们不想让您太烦呢 太麻烦您太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简略的跟您报告一下 那恳求您能够有足够的人词来听我们这些怎么样 你听这些话都是非常外交辞令 而且非常舔的 非常讨好这个地方关的 是吧 他们很会跟那个地方关说话 必须的 这些犹太人是有备而来 我告诉你 这些人是有备而来的 因为千夫长耍了一道 就让他们不在当地处理 给他送到往上 他的高级长官那里送去了 送到巡抚那里去之后 他们就等于带着人要去Cesarea 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他们这一趟去 本来是都已经 你知道他们的决心到什么程度 不杀保罗 他们本来是暗地里要埋伏 要杀掉他的 千夫长是用这种方法 保住保罗的一条命 不然的话 从军营一提出来 半路就被暗杀的 准备是这样干掉他的 现在人家连夜把保罗送到 巡抚那里去了 所以呢 就是他想他们用 你们有本事就用文明的方法 把保罗解决掉好了 那他们就必须怎么样 你看他们又带了辩士 带了一个lawyer 等于带了个律师去 又带了文士去 还有呢 长老也去 他们肯定也去了一个辩护团呢 一个律师团去啊 是 他们有备而来的 肯定 有备 绝对有备而来 而且找的人绝对不是吃素的 那个人能够做lawyer 能够做辩士的话 那肯定非常会讲话 对不对 也是很有学问的人 对 所以从从这个作者的写作的铺垫里面 就让你感受到 他们对于保罗这种 想要把保罗拿下这种心 非常急切 前面都已经发过誓了 四十几个人发誓 不把他杀掉 我们不吃饭 不喝水的 这是个大事 这个大事 结果没想到 千副长把他一路 送到巡抚那儿去了 好 现在去巡抚那儿 就等于把这个事情 摊开来 你不能 你不能暗杀他 对吧 不能暗地里把他杀掉 不能设埋伏杀掉他 那你就得公开在众人面前 你得会讲话 所以有学问的都去了 然后会讲话的也去了 他们解决这个事情去了 对没错 所以你就体会到 就是说 作者写作的方法 他的用心 他没事干嘛写这么仔细 你就三两句话 就是说 OK 他们就在那里 引起一场辩论 就结束了 不就好了吗 省几个句子 不一样 他为什么要仔仔细细 把这个历史的这一幕写下来 他要你能体会 他的目的是要读者 几千年以后的读者 能体会说 你知道这一场 他们要杀掉保罗的心 有多么急切 他们要害保罗 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要体会到的是这些细节 其实很多细节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觉得说 哇太无聊了 没事一个什么 耶稣把一个瞎子治好 把一个瘸腿治好 把一个什么东西治好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两句话就可以带过去了 不必浪费那么多篇幅吧 比如说你像我们读很多 有关于那个立位记的时候 他们在旷野里面大点兵 哪个支派多少人 哪个支派多少人 他应该有 他一定有他的意思在的 OK 立位人的时候告诉你 他们准备东西多么细节 准备祭祀的时候 这个那个要如何的捷径 那个一定 作者写下这些 是有特殊的意义 要告诉你的 所以你要去体会 为什么在介绍 介绍耶稣登场的时候 这个人物登场的时候 把他的家谱呱呱呱呱呱呱呱 全部介绍一遍 浪费这么多时间干嘛 他就说他们有几代人 OK就过去了 不就好了吗 No OK 他这个部分是有特殊的意义在的 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 应该圣经的每个字 都要很小心 要注意这些细节 是 谢谢老师 老师那这个tired和exhausted 这俩有什么区别 刚刚讲你可能没听到 tired就是一般 就是很累 I'm tired 管心累或者是生理上累 大部分是讲生理上 身体上的累 exhausted是一个人已经到了 筋疲力竭 我没有任何一点力气可以出了 叫exhausted tired跟exhausted 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 weary比较多是心 感情上的问题 我跟你谈恋爱 谈了七八年没有结果 I'm weary 我已经累了 我已经厌烦了 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了 weary 我的人生我活得太累了 用weary OK 用weary 所以weary比较偏向 情绪上感情上的 很厌烦了 很累 累到 已经很厌烦了 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 叫weary 好 weary 悲剧性发生的是哪个单词 就是不好的 如果要说累 累到最后有悲剧性发生的话 是哪个单词更严重 是weary 什么样悲剧性的发生 我刚才我查了一个词 查这个单词 exhausted 她说 she was too exhausted she was too exhausted and distressed to talk about the tragedy 就是 Fragedy 对 就是我的意思说 这都是 都是很累 很什么 但是有的累可能就导致了 首先你这个句子 你不要去想到 tragedy OK 不 现在exhausted 指的就是他精疲力竭 每个人描述的角度 是不一样的 exhausted是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可以形容 我在这个感情里面 我已经exhausted 我这种强调的是 我已经为这个感情 付出很多东西 我已经精疲力竭 我没有力气再付出了 exhausted 这就是到达一个点了 那就是那个 没有力气再做 你现在叫我跑5000公尺 回来 喝一口水 再继续跑3000公尺 I'm totally exhausted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精疲力竭 所以用精疲力竭 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 就是他已经没有力气了 精疲力竭 跟后面发生什么 tragedy 或者是什么样的悲剧 什么东西 那没有关系 只是每个人描述的角度 不一样 能不能体会 tire就是非常一般的 我就很累 ok 我今天回来 很累 我今天开了四个小时的车 很累 tire 但是我今天 同样开四个小时 车回来 我今天早上又没有睡好 然后又开四个小时车 然后又处理很复杂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 exhausted 我都没有任何力气了 瘫在这里了 这就是exhausted wary通常都是 这个事情已经让我 磨得我 比如说生命的历念 试探 或者是什么 让我心活得很累 很厌烦 情绪上的 我不见得是跑五千公尺 不见得是那种 exhausted 就是筋疲力竭 可是我情绪上已经非常不好 我已经对什么事情都很厌烦了 这个叫wary 每一个作者造句的人 他都可以从他的角度来描述他的感受 所以这些形容词没有绝对的对错 我觉得tire 另外一个人可能觉得exhausted 我们俩做一样的事情 是吧 他觉得只是tire而已 他回来还可以给孩子洗澡 可以扫地 可以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体力超强啊 我就不行 我回来已经exhausted 摊在那了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看法 你有没有发觉有些人感情特别重 他去处理一件事情 别人要嘻嘻哈哈回来 他可能会来哭个三天 他已经觉得wary了 那怎么办 每个人不一样的 好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